來到花蓮東大門廣現場如火如荼裝台 為的就是26號期 《不同卡斯輪番上陣》帶來一連6天演出 尤其是跨年當天準備登場的這位歌手最受到關注 新歌歌詞要大家別緊張 藝人小豬羅志祥從去年4月遭前女友周陽青毀滅式爆料後 成績超過一年半選在家鄉場子跨年夜復出 就有網友開酸台灣人一直很健忘 花蓮不意外 更有人說羅志祥的新聞可能還沒傳到花蓮憲腐那 而這一題也在議會殿堂發燒 議員怒批邀請羅志祥根本破壞形象 更接到家長投訴怕帶給小孩不良影響 對於此有其他人持相反意見 認為人非聖嫌應該給小豬一個機會 至於觀光處也緩加希望大家一同支持花蓮子弟 給小豬一個站起來的力量 強調不會更換卡司 花蓮是大家的一個故鄉 那我想這個羅志祥也是花蓮人 那之前或許那在這個前年那可能犯了一些錯 那我想他也在這段時間自我反省 只是這回羅志祥復出 恰巧碰上歌手王力宏 陷入醜聞風暴 時機確實相當敏感 辛苦了